在生活的繁华背后,我们常常能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,痛苦是无法比较的,也无法替代,更无法感同身受。 有苦少对人说,这是你的福报,在岁月的长河中,我们像一夜孤舟,经历着风雨,也品味着人生,生活中的痛苦。 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,让人猝不及防。 有些人经历了失去亲人的痛苦,有些人则承受着身体上的病痛,还有些人忍受着心灵上的折磨。 这些痛苦如同黑夜中的浓雾,让人迷失方向,感到孤独和无助。 然而痛苦是无法比较的,它没有轻重之分,也没有大小之别。 每个人的痛苦都是独特的,都是属于自己的修行。 面对痛苦,我们需要勇敢地与之抗争。 这就像一场战争,需要我们全力以赴。 首先我们要承认痛苦的存在,允许自己感受它。 其次我们要学会接受痛苦,不要逃避和否认。 最后我们要尝试化解痛苦,从痛苦中汲取力量。 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和耐心,但是只要我们坚持下去,就能在痛苦中找到出路。 福报的来源并非只有经历痛苦,还有修行、积德行善、助人为乐等。 修行可以让我们的内心更加平静。 积德行善可以增加我们的福报,而助人为乐则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快乐。 这些都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积累,不断努力。 只有在付出中,我们才能收获更多的幸福和快乐。 在人生的道路上,痛苦和快乐总是相伴而行。 有苦少对人说,这是你的福报。 在面对痛苦时,我们要学会坚韧和勇敢,把痛苦当作一场修行。 同时,我们也要珍惜每一个快乐时光。 感恩每一个帮助过我们的人,让我们用善良和爱心的力量去传递正能量。 去温暖这个世界,让我们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。 无论遇到多大的痛苦,都不要轻易放弃希望,要相信阳光总在风雨后。 在这个世界上,没有谁的生活是一帆风顺的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需要去面对和克服的困难,而正是这些经历塑造了我们坚韧的品质和独特的人生。 让我们学会在痛苦中成长,在成长中传递温暖与爱。 这个世界需要我们的力量,需要我们的声音,让我们一起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。 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将不断积累正能量,为自己的人生道路加油助力。 愿我们在风雨人生路上,始终保持一颗感恩的心,珍惜每一个福报的降临。 一个人的气场,原本是稳定的,但因为身处纷繁世界,所以气场时刻在变化。 你接近怎样的人,遭遇怎样的事,就会塑造出怎样的生活。 遇见贵人把握机遇,往往能发家致富,遭遇小人碰上坏事,常常会一败涂地。 在尘世中,还是避免涉足不当之地,远离不该接触之物。 若不慎招惹,可能导致厄运降临。 因此,我们需要警惕并避开以下四种不良影响。 避免卷入人际纠葛。 人际关系复杂。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难以捉摸,容易产生争执和矛盾。 在陌生环境中,尤其要避免不必要的冲突,不要介入陌生人的争吵或纠纷。 更不要招惹性格古怪,心思难测之人。 和睦相处。 保持善意和耐心,能避免许多麻烦和厄运。 远离让人上瘾的刺激事物。 现代社会充满诱惑。 这些看似带来刺激和快感。 实则陷阱,让人陷入深渊。 若遇到这些,要坚决远离切勿触碰。 以免陷入困境难以自拔。 保持清醒远离诱惑。 避免厄运,不参与低劣圈子。 社交圈子影响行为和价值观念。 若参与低劣不道德的圈子,可能受恶劣影响。 迷失自我,如涉足黑社会,犯罪团伙或不良社交圈。 极其危险,带来风险和厄运。 保持高尚社交圈。 结交善良政治朋友。 远离陷阱。 警惕被割韭菜的陷阱。 现实中存在各种诈骗和欺诈。 有些看似有利。 实为割韭菜手段。 如投资骗局、高息贷款等。 若被诱导,可能导致严重财物损失,甚至破产。 任何决策前,务必慎重考虑。 不被高额回报诱惑,避免不可挽回的厄运。 生活中,要时刻警惕避免接触不良影响。 保持谨慎和清醒。 远离冲突、诱惑、不良圈子和陷阱。 减少厄运。 保持生活稳定。 命运常在棘手。 懂得避开不良。 能更好掌握命运。 在世间生活。 有些人致力于证明自己。 而有些人则志在改变世界。 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懈奋斗。 当您置身于名利的竞技场。 面对重与轻的抉择和金钱的诱惑时。 请务必做出明智的选择。 以获得内心的平静。 当人生即将走到尽头。 回首往事。 如果您能对自己所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感到无愧于心。 那将是人生中难得的完满。 我曾对世间的金钱、名利和浮华生活有着这样评价。 自古以来。 世人为了名利不择手段、不畏因果。 犯下诸多罪行。 这些是哪些迷惑颠倒之人所追求的。 而真正觉悟的人则不会。 即使得到了。 也不要沉溺其中。 以免招致祸害。 而是应该成全功德。 让利于众人共享。 这个道理仔细思考后并不难懂。 人在世间。 一切享受只需足够即可。 衣物能避体。 食物能满足需求。 住所能遮风挡雨就足够了。 无需豪华别墅。 我在美国建过一些大房子。 内部设施奢华。 我在里面坐坐。 喝喝茶享受一下。 但主人却为了收拾房子而劳心劳力。 承受巨大压力。 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? 聪明人不应做糊涂事。 我对世俗生活的评价。 目的在教导人们追求生活的简朴和心灵的圆满。 我通过这个故事来启示世人。 很久以前,西达多太子走到一棵菩提树下,面朝东方,盘腿坐在用吉祥草编织的菩萨座上,并发誓,如果不能成就佛道,我将永不离开此座。 经过四十八天的深入禅修,太子终于获得了伟大的神通。 就在那一刻,菩萨座散发出的光芒锐气遮蔽了魔宫,惊动了魔王波寻。 波寻得知西达多太子已经修成菩萨道,愤怒至极,立刻派遣魔兵魔将前去干扰太子的修行。 魔王首先派遣了三位妖艳的魔女,试图用美貌诱惑太子。 魔女们施展各种媚态,甜言蜜语,劝说太子回宫继承王位,享受荣华富贵,不要在这里酷休。 但太子始终不为所动,为了教训这三个骚扰他的魔女。 西达多运用神力,将他们变成了满脸皱纹,丑陋的老太婆。 三位魔女用尽所有魔力,仍无法恢复原貌,于是跪在西达多太子面前流泪忏悔,恳求太子慈悲救度,恢复他们的美貌。 得知美人计失败后,魔王怒火中烧,亲自率领众多魔兵魔将,前来向太子兴师问罪。 太子平静地对波寻魔王说,我过去广修功德,供养无量诸佛圣贤。 福德智慧不可思议,并不是拨寻你的魔力所能摧毁的,话音刚落,只听到轰然巨响,魔王应声倒地。 其他魔兵魔将见此情景纷纷下跪,虔诚地向太子求哀忏悔,希望太子能怜悯他们的愚痴无知。 太子以慈悲为怀,宽恕了他们,最终太子经过精心地修行,克服了各种考验修成了正果。 世人需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中,坚守信念增强自制力,不被欲望轻易左右,只有坚守道德底线维护原则,才能提升个人品德,使人格更加崇高。 从而赢得他人的尊敬和敬意。 在许多情况下,人们对于某些事情的第一反应是资诸必较,总是坚持自己是对的,别人是错的。 有时候吃亏实际上是一种福气,这种福气体现在智慧上,是一种胸怀。 只有拥有宽广胸怀的人,才能达到心境的通透。 这种通透的心境是一种智慧的体现,它能帮助你摆脱心灵上的束缚。 何必过于在意他人的看法? 何必向他人解释你为何要替人受过? 修炼心境实际上就是在修炼人生。 我在与他的朋友们交流时,一直倡导要多反思自己的言行。 在讲解佛经时,我曾提到,应当代替所有众生承受责难和侮辱,将坏事归于自己,将好事给予他人。 实际上,在现实生活中,有些人确实是按照这个原则去做的,但往往由于修为不足,他们无法坚持到最后。 一位急于处理紧急事物的绅士,在经过一座狭窄的独木桥时遭遇了困境,刚踏上桥面没走几步,绅士便发现对面有一位孕妇正朝这边走来。 他立刻礼貌地退回到桥头,让孕妇先行过桥,孕妇安全过桥后,绅士再次踏上桥,匆忙地想要过到对岸。 然而,当他走到桥中央时,一个尖挑两大捆木柴的桥夫急匆匆地迎面而来,绅士二话不说,再次退回到原点,让桥夫顺利通过。 经历了这两次退让之后,绅士在再次上桥之前,特意等了几分钟,确认对面确实没有人了, 才再次踏上桥面。 上桥后,他快速地向对岸赶去,眼看着即将成功过桥,却没想到,这时对面突然出现了一位推着独轮车的农夫, 绅士认为自己已经快要过桥了,而且之前已经给两个人让了路,这次不应该再让步。 于是,他摘下帽子,非常有礼貌地对农夫说, 尊敬的先生,您看,我马上就要到达桥的另一边了,能否请您让我先过去呢? 农夫却生气地回应,难道你看不见吗? 我正急着去集市呢,两人协商无果,最终爆发了争吵。 这时一艘小船缓缓划过河面,船上有一位体型丰满的和尚, 两人不约而同地叫住了和尚,请求他来评判是非。 和尚合十双手,望向农夫询问,你真的那么迫切需要过桥吗? 农夫回答,我确实很急,担心延误了去集市的时间。 和尚接着说,既然你这么急于赶时间,为何不稍微退让一下? 让这位绅士先过桥呢?这样一来,他过去了,你也可以更早些到达集市。 农夫无言以对,却依旧坚持不让。 和尚转而向绅士发问,你为何坚持要让农夫给你让路? 仅仅是因为你接近桥的另一端了吗? 绅士感到十分冤枉。 解释说,在此之前,我已经给两个人让过路了。 如果我一直这样让下去,可能永远都无法过桥。 和尚反问,那你现在过桥了吗? 既然你已经给那么多人让了路,再给农夫让一次又有何妨? 既然过不了桥,至少应该保持你的绅士风度。 这样有何不好呢? 绅士听后感到羞愧低下了头。 在生活中,我们稍微让让别人又有什么关系呢? 做人不能过于自私。 如果总是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,不考虑他人的感受, 人与人之间就永远无法达成和解。 因此,在处理人际关系时,我们不应只关注别人的错误和过失, 而应更多地反思自己的言行。 《梵网经》是一部大乘菩萨的戒律经典, 也是一部内容丰富的经文。 传入中国时,只翻译了其中的一部分, 即心地戒品。 上卷讲述了心地观想的方法, 下卷则讲述了戒律。 学习成为菩萨的一个重要条件是, 能够忍受代替他人承受的侮辱和责难, 将所有的过错归于自己, 将好事让与他人, 这样可以消除我们无始以来积累的贪嗔罪业。 这与世人的做法正好相反。 如果不是真正觉悟, 很难做到这一点, 我们必须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修炼。 清水出芙蓉, 天然去雕饰, 这是人们追求的一种自然之美。 这种美在生活中同样受到人们的推崇, 质朴的天性总是能触动人心。 我曾对修行佛法的人说, 佛法的修炼在于回归本性, 去除那些虚假不实的心念。 当虚妄不实之心不再存在, 人的天然本性便会自然而然地显现。 一天, 小和尚无意间打碎了师父真爱的茶杯, 他担心师父会责备自己, 便想偷偷地将其丢弃。 然而, 就在这时, 他听到师父的脚步声越来越近, 于是小和尚匆忙将破碎的茶杯藏于身后。 师父进来后, 小和尚问道, 师父为什么人一定会死呢? 师父望着小和尚缓缓答道, 这是自然法则, 世间万物都有生有死。 小和尚听后, 高兴地拿出背后的碎片说, 师父你的茶杯已经死了。 佛学中有一个著名的节语, 春天有百花盛开, 秋天有明月高悬, 夏天有凉风袭袭, 冬天有雪花飘落, 若心中无杂事千半, 便是人间最美好的时节, 保持天然无事, 便是保持本性。 佛学认为生活是一种自然流动的状态, 我们不因为生活中失去心爱之物而感到悲伤和痛苦, 也不因为生活中的悲欢离合而情绪起伏不定, 只有这样我们的生活才会变得更加轻松, 才会越来越有滋味。 如果一个人隐藏了自己的本性, 通过欺骗他人来展示自己, 那么他最终也会被人欺骗。 从前在北天竺有一位记忆高超的木匠, 他雕刻的木质女子相貌端庄, 穿上衣服后, 与真人无异, 这位木质女子能够行走, 甚至能为客人道酒。 他与真人的唯一区别在于无法开口说话。 南天竺有一位绘画记忆精湛的画师, 他的画作栩栩如生。 木匠听闻后, 准备了丰盛的韭菜, 邀请画师到家中做客。 画师来到木匠家后, 木匠让木质女子为客人道酒、 夹菜, 忙前忙后。 画师误以为这位木质女子是一位温顺的真人, 心中不禁生出了爱慕之情。 饭后木匠极力挽留画师留宿, 并让木质女子站在画师身边侍候画师。 木匠对画师说, 这位女子留在你房间, 以便更好地伺候你。 主人离开后, 画师呼唤木质女子, 但她没有任何反应。 画师以为她是因为害羞, 于是上前牵她。 这才发现女子原来是木质的。 画师感到非常羞愧和愤怒, 自言自语道, 竟然欺骗我, 我必须好好报复她一番。 于是画师在墙上绘制了一幅自己的画像。 画中她颈部套着一根绳子, 还有一些鸟在啄食她的嘴巴。 画师完成后躲到了床下。 第二天早晨, 木匠见画师迟迟不起床, 便进屋查看。 一看之下她大惊失色, 以为画师已经上吊身亡。 木匠急忙跑到厨房拿刀来砍绳子, 后来才发现是一场虚惊。 她感到非常羞愧。 这时画师从床下钻出来说, 你骗了我, 我也骗了你。 我们之间的情分就此一笔勾销。 人与人之间, 应当更加坦诚, 以真心交换真心, 才能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。 欺骗他人是对其人格的侮辱。 一个不尊重, 一个不尊重他人的人, 又怎能得到他人的尊重。 在人际交往中, 保持天然的本性, 才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美。